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李云霄心中微微一跳 皱眉道 刀剑踪 女婿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事的 脸色有些古怪起来 昨日一站回去后便立即闭关恢复 到现在才出关 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起与陈锋一站的事 现在似乎明白了 为何刀剑宗之人会出现在宋岳阳城外了 如果说眼前这人是为了参加数决 那陈锋 他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妙了 昨天反正没有人认识他 那刀剑宗宗主之子打了也就打了 打完拍拍屁股走人便是 但若是明日陈锋出现的话 岂非就认出他来了 他的性子自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只不过现在实力低微 还无法跟七大超级势力这种庞然大物抗衡 丁灵尔也细细地在他耳边述说 将曼多商会之事略微地讲述了一下 果然和李云霄的猜测一般无二 不觉得有些头疼起来 希望那陈锋的伤势太重 明天无法参赛才好 他现在后悔了 为何昨天没再采纳陈锋几脚 多断他几根骨头 丁灵尔看出他面带担忧之色 以为他是得知对方身份之后开始担心了 坦然笑道 没事的 无论是面对刀剑宗还是谁 天元商会始终都和云绍在一起 李云霄知道他误会了 但心下还是微微感动 轻轻笑了笑 也不做解释 放肆 萧锦明 勃然大怒 以他高高在上的身份 本就容不得有人冒犯 更何况是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 这是每个男人的大忌 他当场拍案而起 一柄长剑发出尖锐的破空声就直刺了过去 要取李云霄的性命 这些商会之人 在他眼里看来都是一群香巴佬 他能来参加这数决就已经是给足了他们面子了 竟然还有不长眼的想要找死 在看清楚李云霄五星五皇级别的修为之后 想也不想就直接出手了 不可 全民大惊一呼 已经来不及了 而且萧锦明也不太听他管束 大急之下反倒向水落烟投去了目光 虽然水落烟联姻的对象是陈锋 却想不到刀剑宗派来的这名年轻疏敛师 也会对他如此着迷 水落烟则是微微地撇过头去 当作没有看见 目光随着萧锦明的剑凝视了过去 淡淡地看着 五只 李云霄轻哼了一声 抬起手来 微微伸出两指朝那剑身上一夹 指名蔫花 会心一笑 萧锦明立即发现长剑 再也无法动摇半分 不仅如此 一股力量直接从剑身上传了上来 将他的身体也震慑住 顿时心中大惊起来 滚 李云霄轻吐一字 两指一变 在长剑上一弹 顿时发出极强的龙音之声 震得四周之人耳中 梦响不停 而萧锦明在那距离震荡之下 半边身体都围之一马 整个人更是朝着 曼多商会的席位 震飞了回去 全民 急往飞升而起 将萧锦明接住 否则摔坏了这位大爷 他也负责不起 该死 该死啊 杀了他 快给我杀了他 萧锦明脸色通红的咆哮起来 他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打得过对方 也不敢再上前去自取其辱了 不断的对着全民咆哮起来 不带全民答话 只见催泊淡淡的说道 好了 都别闹了 既然都来了 就开始吧 再有胡闹者 一律取消资格 这下 萧锦明也才安静了下来 不敢过分闹了 他的任务便是取得第一 如果被取消资格导致无法完成任务 那后果十分严重 只是他的脸色羞怒的发紫 不敢正视自己清新的女子 内心对李云霄的恨 直接上升到了第一大仇人的高度 水落烟淡然地说道 萧公子不必戒怀 此人的实力确实有些古怪 而萧公子乃是数炼大师 自然不能和他比武 不过 这人似乎也是天元商会的数决代表 等会儿萧公子战胜他 自然也就出了这口恶气 哦 他竟是数决之人 那真是好得很啊 萧锦明实质的指甲 都要掐进肉里面去了 死死地盯着李云霄 满腔的怒火 随着崔薄的话响起 偌大一个广场 挤了上万人 此刻竟然安静地 没有一丝声音 所有人都将目光全部聚焦在中央万宝楼的席位上 等待着他的宣布发言 全都开始变得紧张起来 崔薄说道 我也就不啰嗦了 老规矩 数决之事 考验数炼师的综合能力 同往常一样 以树塔的通关程度为判断的准则 他翻开手掌来 徐徐飞出一个七窍玲珑的小圆塔 上面气运震荡 闪烁着七道不同的光芒 力量有些混乱 下面 请各商会代表 燕塔 崔薄首先掐绝一点 树塔上的一道光芒便消失不见 随后他轻轻一推 树塔立即飞向左边四级门的罗音 罗音接过后 神石在塔上转了一圈 同样是捏灭了一道光芒来 淡然的说道 没问题 再次传给了金钱帮之人 李云霄这才看明白了 原来这树塔是由他们七大商会共同封印 交给万宝楼管理的 此刻再次数决 便需要七大商会之人 共同查看自己的封印是否完好 树塔是否被人做过手脚 由于每个人的手法都不一样 而且都极其高明 万宝楼想要突破另外六家商会 联手部下的封印 在其中做手脚 可能性就是零 而且每家商会解封之前 都会对里面再次进行查探 以确保万无一失 众人逐一验过之后 那树塔传到了丁灵二的手中 只剩下一道光芒在旗上闪烁 他仔细检查了一下 以独特的手法 将那最后一道光芒收回 把树塔推到了崔伯的手中 说道 没问题 崔伯威微微一笑 接过树塔说道 既然各位代表都已经检验了 那么证明这树塔一切正常 那我就寄出去了 他左手轻轻往前滑出 一道青光慢慢浮现出来 拖着那树塔往中央之地落去 一接触到地面 顿时发出巨大的震颤之声 缓缓地变大起来 几个呼吸之间就化作百丈之高 方圆三四十米之远 巍峨屹立在宋岳阳城中心 高空望去也极尽华美 诸位 钥匙都拿出来吧 崔伯一摊开双手 另外六名代表纷纷取出一块 湘金小玉射向那树塔的大门 大门上雕刻着两名老者的模样 一人在打坐练丹 而另外一人则是宁雷练气 两个人的神态和动作 都描绘得唯妙唯孝 就连手中的指印 也是基础的练制手法 标准的教科书动作 在两名老者的四周 是一个最为普通的练制之阵 七个阵眼上分别凹陷了下去 缺少了一块材料 正是七人保管的钥匙 七道光芒射入那阵眼之内 顿时门上传来了动静 那两名静态的老者 突然动了起来 手中的绝印开始发生着变化 而大门也缓缓打开 浮现出一条狼梯通向那深处 所有人都是摒弃凝神 在这一过程当中 不敢大口喘一声气 直到大门打开 这才一个个呼吸起来 诸位 规矩 我就不多说了 这树塔一共九层 分别代表一到九阶的实力 谁能走到最高 谁便获胜 崔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现在开始 若是有人在一个境界上 停留超过了一个时辰 就代表你的实力 只能止步于此 那么便会自动被传送出来 取钱十人 由名次高低 分别获得十到一分 这塔上已经设下年龄静置 三十以上的是无法进入的 参赛的小崽子们 大家都进去吧 这种以树塔作为树道等级的测试 虽然不能完全准确 但是也是大陆上比较常见的做法 树塔门一开 众人便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 多是一些小商会的弟子 以求抢一个好先机 但那不过是自我心理上的安慰而已 而真正的成绩和先后顺序是无关的 一名看似中年的男子忐忑不已 问道 我今年正好三十 是否可以参加 崔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自己过去一试就知道了 若是实际年龄过了 就无法入得此门 那中年男子一脸的紧张神色 走上前去 朝着门内轻轻跨出一步 整个人畅通无阻地进入到了其中 顿时狂喜不已 里面传来了他的大笑之声 南门星夜 冷冷地吃笑道 不过一名六阶数量师而已 就算进去又有何用 崔元说道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树塔的效用不仅仅是测试实力的高低 对于树道的修炼好处也是极大的 否则也不会有如此多的人抢着参赛 不过是为了修炼一番而已 真正有实力角逐的也就我们几个人罢了 两个人说完也先后进去了 小子 我在里面等着你有种的就进来 萧锦明竖起指头来点着李云霄 狠狠地说道 便直接冲了进去 唐欣笑道 一只疯狗而已 不用理会 李云霄根本就将他无视了 点了点头 随即也进入到树塔之中 黑色的通道直接向上 很快便是明晃晃的一片 整个内部竟然是真空的 没有任何东西 众多年轻树炼师一个个悬浮在其中 缓缓升起 李云霄微微有些诧异 每一种树塔的考验方式都是不同的 这塔看来似乎不是那么简单 也不知道是何人炼制 有些古运的感觉 他缓缓走入那黄光内 整个眼前的景色围之一变 化作一片春暖花开的世界 竟然是内有乾坤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